好 同学们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要学这个零零刻实呢 我们需要一个环境 那么环境呢 我们要先创建一个虚拟机 然后在这个虚拟机上 安装一个CentroOS系统来学习 那么我要说一下 虚拟机和我们CentroOS的关系是什么 我画一个图帮助大家理解 我画一个简易的图 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呢 他是初学者 他可能对这个呢还不太了解 好 我画一个示意图 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电脑 这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电脑 OK 那么个人电脑呢 直接装我们的零零刻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们现在电脑上 都可以直接装一个零零刻实 但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如果装了零零刻实过后 大家想我们这个各个环境 比如说现在广播呀 包括你们这个熟悉的环境 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了 包括我们广播也广播不了了 于是乎呢 一般来讲呢 老师讲课呢都会这么做 先做一个呢 先在我们的电脑上 先安装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叫VMware 这个叫虚拟机 叫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 不要把它看得特别的神秘 它就是一个软件 它仅仅是一个软件而已 大家不要觉得很神秘 那么这个时候 虚拟机装好了以后呢 你再装一个什么呢 装好虚拟机过后 零零刻实还没有 你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装 再装一个什么呢 再装一个 虚拟操作系统 就在这地方 我们再装一个 虚拟OS 虚拟OS 这个系统 当然它是虚拟出来的 那么这个系统装好了以后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它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一旦装好了以后 我就可以用这个软件 把你这个 虚拟OS系统给你运行起来 就是我可以运行你 好 我画一个示意图 好 我可以运行 好 大家看这个关系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呢 就叫虚拟机里面的一个系统 那有系统说的是 那我这一个VM 除了可以装虚拟OS 我能不能装 其他的操作系统呢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这方可以装它 也还可以装别的系统 比如说 Ubuntu也是可以的 Ubuntu Ubuntu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它可以运行它 也可以运行它 这个都没问题 就是你只要需要 你可以同时运行两个都是OK的 那也有同学说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假设我有一个同学 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叫张三 注意听 注意听 假设有个同学叫张三 那么张三这个同学呢 他也装了一个虚拟机 他也装了一个虚拟机 那我如果把这个CentOS系统 装好这个系统 装好了过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件 各位同学 他装好了过 其实就是一堆文件 但他会用一个文件夹 给你管理起来 那么有些人说 我把这个东西拷贝给张三 张三能不能再用他的虚拟机 把它打开呢 一样可以打开 有用你的超速系统可以随便的拷贝 你把它装到一个移动一团上 你的另外一颗电脑 一样可以打开 可以用 完全没问题 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这么关系 就好比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好比 这是一个暴风影音 暴风 暴风你们都知道 是吧 暴风 那暴风是个软件 那么软件可以打开各种电影 那个电影那个文件 就有了类似于我们的系统 而暴风呢 就有了类似于虚拟机 就这么一点的关系 大家不要觉得很神奇 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以后你们在这个公司中 用虚拟机用的多不多呢 用的很多 因为将来你们要涉及到这个测试 你不可能 一个产品 比如你们将来开发一个项目 你们哈杜普一个大项目 你不可能直接就把它放在公网上 因为放到公网上 人家敢用吗 你没有经过内测 你自己还没测过你的那个功能 你就直接封到提交到你的那个 那个比如说那个版本 版本那个管理器上面去 那可能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 你们有时候呢 还要去自己装一个 好 那么这里有个关系 电脑呢 这个我们就叫母机 这个母机 不是吃的这个母机 这个母机 这个呢 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叫做子系统 不叫子机都可以 他们之间关系就这么一关系 好了 明白这个关系过后呢 我们待会儿讲起来 我用这个示意图 就讲得比较清楚了 好同学们 我把这个示意图 先给大家放到我们的笔记里面去 好 来 这是我们的第二章 同学们 都能学会 这个都很简单的 但是呢 我们尽量就是老师讲完了 你就理解了 这是最方便 最好的一件事情 好 我给他来一个标题 一 对 这是我的第二章 那么我这里简单的说了一下 我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VM和伸透S的关系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开始准备安装了 好吧 好的 这是一个标题二 标题二 那么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基本的说明 好 基本说明 我把它放到这儿 同学们 耶 推出来 这是一个基本说明 好的 我把它放到这里 那么这个呢 我给大家来一个标题三 好 原理图 我简单画一画 步骤 步骤 先装虚拟机 再装伸透S 原理图 原理示意图呢 我给同学们截到我的笔记里边去 这样大家以后一看笔记就一目了然了 对吧 OK 好 大家看啊 我们安装的顺序是 先装虚拟机 再装 再装我们的这个伸透S 因为这个关系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先装它 再装它 OK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安装了 安装的时候呢 你可以听完老师再装 也可以 老师装的时候 也可以跟着老师一步步练习 也是可以的 看你的个人习惯啊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准备安装 那首先 我们先装VMware 那首先找到我们的这个 安装的软件包 在哪里呢 在这里 对 在这里 好 打开VMware 那么送机 好 好 我们先开始走了啊 同学们 好的 下一步 那么安装的时候呢 我这文档都有 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就不截图了 文档在哪里 我先说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所有安装的文档 在这里面全部都有 大家看 怎么打开它 双击 我这一个 这个 粘贴进去的一个文件夹 打开 打开 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啊 这个不是 安装的过程在这儿 安装的过程在这儿 VM的安装 这地方呢 我已经有一个文档了 你把它打开过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就不再截图了 因为截图时间 特别费时间 因为 这个写的 写的非常清楚 知道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记得住 老师怎么安装的 你就不用看这个文档了 如果你记不住呢 你把这个文档打开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所以说呢 这个我也写清楚了 那么安装的步骤 怎么走呢 来看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呢 先到你的BIOS 里面去设置 开启虚拟化设备支持 我打平一下 看这里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你装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 把这个虚拟化 这个设备支持打开 怎么打开 先进入BIOS 那有些时候 BIOS怎么进去呢 就是你在开机的瞬间 开机的瞬间 你按F2 或者是F10 有些 有些电脑 可能是按Enter键 比如说像我的电脑 它会提示你 你按那个Enter键 一回车 它就会进到这里面去 进到这里面去呢 有一个选项 叫虚拟技术 这个选项 这个虚拟技术 这个technology 这个选项 你把它改成这个 那么有些电脑呢 默认应该是 没有开启的 如果你没有开启这个呢 后面这个虚拟机 你就装不上 就那个软件都装不上 那后面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同学们 这要大家注意一下 好 所以说 因为我这儿呢 已经 我已经把它开启了 所以说老师呢 这一步就没问题了 好 紧接着我继续往下走 只要注意这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里面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的 好 现在呢 我就开始继续往下走了 接受 下一步 好 注意 它这个致命软件呢 一般会装在C盘 同学们 我建议同学们 不要装在C盘 我为什么这么说 不要装C盘呢 因为C盘这个盘 大家知道 默认情况下 所有的软件 都会装在C盘 你会发现 你的C盘越来越小 后面你就 这个性能就会越来越低 可能你的D盘 E盘还有很大空间 结果你发现 你的C盘变得很小 你本身这个机器性能还不错 你CPU内存都很够 但是你还是跑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C盘挤爆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会把它装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磁盘 叫D盘 当然这个根据你的习惯 即使你装在D盘 注意听 即使你装在D盘 它也有很多共享的这个库 它也会默认装在C盘 这就是为什么 你即使把很多软件装在D盘 E盘 你会发现C盘也会变大 明白吧 所以说呢 我的建议是大家装在D盘 那么装在D盘呢 你就取个名字就好了 我取个VM VM12 好的 确定啊 这些我都有文档的啊 所以说我这就不截图了 同学们 我下走 好的 这地方呢 就勾掉就完了 因为启动式教研产品 它一般会联网 而且帮助改善 有时候它会默默的在后台 给你起很多这个服务 偷偷的给你联网啊 搞一些这个东西很危险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不要去做这个工作了 如果你要升级 你直接装个更高版本就行了 所以说我这把它勾掉了 下一步 桌面 我们把它打开 好 下一步 好 这个等于没什么 就开始装了 很简单啊 很简单 一会就装完了 嗯 好的 它现在正在安装 好 这安装咱们就没办法 要稍微等一下 可能要等个这个二三四秒啊 二三四秒 如果你的机器性能比较弱的话 等着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好的 好 这个时候它会 它会这个 把些这个虚拟需要的驱动啊 这个经营给进一个注册 因为含到这个机器呢 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你看我一会就完 就结束了 因为我这个 这个硬盘 整个这个大块硬盘 全是这个固态硬盘 所以速度还是比较快 然后接着呢 这个就完成了 那完成这个时候呢 有个许可证 注意同学们啊 许可证你点一下 你后面也可以 也可以点 点许可证呢 它输入这个密码这个格式 那这呢 我这有一个 大家看到 再给大家分享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文档 在这个CK 把这个K呢 注意同学们复制一下 复制过后呢 给它往这一沾就可以了 好 直接输入 好 这就完成了 那么完成过后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电脑上呢 就会有这么一个图标 对 这个图标 到这一步啊 同学们 我们就相当于 把哪个装好了呢 把这个许可证机装好了 所以仅仅是把这个许可证机软件装好而已 现在你的CenterOS 或者是无版图都没有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开始 安装什么呢 CenterOS 好 我截取第二段视频